公爵夫人叶卡吉丽娜·达什科娃 世界上第一位女性科学院院长 达什科娃是宫廷政变的成员 是叶卡吉丽娜二世掌权 也是女皇的贴身顾问 她是一名优秀的管理者 在她的领导下创建了新的科学院 并举办公开讲座 出版了《罗蒙洛索夫》的第一部合集 增加了奖学金人数 达什科娃为俄语科学做出了巨大贡献 出版了首部俄语详解字典 创建新的字母表 达什科娃建议使用字母约 代替一屋 她出版了有关俄罗斯戏剧的合集和讽刺杂志 自己写文章和诗歌 她成为第一位被美国哲学学会录取的女性 退休后 亚历山大一世执政期间 科学院院士们一致要求她继续任职 但她拒绝了 火星的一个火山口 以达什科娃的名字命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